文字幕提供 我想这是很难恩可贵的机会 就是对于台湾的新创来讲的话 用英文全英文的环境来表达 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经验 另外当然运动跟科技这件事情 在台湾我们要能够找到 可以激荡出这样子火花的朋友 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夜晚 OK 现在其实最大的规划就是 我们要出海这样的一个规划 那我们今年其实 我们很幸运的这一两年 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因为大家知道 台湾就进入了这个 篮球元年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很幸运 但我们一直想要往海外走 那我们也今年很幸运 有了海外的客户 所以目前海外的市场 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也因为我们在篮球 这个市场的一个成功 所以其实国内 现在有很多其他运动项目 好像是排球啊 累球啊 甚至足球等等 都希望我们用相同的 数位转型的方式 来帮助台湾的这样的运动的转变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未来 这些运动如果在台湾能够成功的话 我们也希望把这些成功的经验 带往海外 对 新创 尤其在运动这个产业 的确是不好做 因为它是一个 没有那么大的市场 但就如同刚刚所讲的 如果你可以在台湾生存下去的话 我觉得运动它就是一个全世界的语言 你一定要想办法走出去 而且以我们的经验 我们出国参访过了以后 海外真的是一个 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不一样的田地 所以对于运动新创来讲 我真的会鼓励大家 在台湾取得初步的成功了以后 你一定要往海外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